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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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其實是台北建成130年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市政府其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預算 就是在我們城市的各個角落 就是打造非常新鮮的城市意象 但是呢 在這個台北城內 或是台北城附近 卻有非常多非常多 真正從歷史裡面走過來的文物或古蹟 正在遭受非常多非常多的破壞 那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知道這個禮拜六其實就會選出新的市長 那 距離新的團隊上任呢 也還有一段空窗期的時間 那我們非常非常擔心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呢 會正在 有很多古蹟正在面對 就是非常大的破壞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要在這邊 想要對我們的好市府 就是跟他呼籲說 就是有一些不良的政策 希望他可以快點停止 然後包括說有一些正在審議當中的古蹟呢 或文史資產呢 希望他可以用佔定古蹟的方式 趕快做一個保存 然後可以讓他保存最完整的面貌 然後留到下一個市長任內 再來進行討論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們是那個 從一部數字公團 那我們就非常夥伴 因為我們是相依相成的兩個團體 因為我們都在同一個結構裡面成為祝福 那我們發覺這個行動 主要是希望我們呼籲我們台北市 可以用我們的選票選擇對的候選人 然後一起來守護我們台北市的環境 守護我們的老豬 以及守護我們的文化資產 對那我們從上個禮拜開始 正式把這一些承諾書 送交到各個候選人的手上 那包括連勝文先生 以及周恩哲醫師 那我們也都是當面成交 那也有做過減轉的說明 那不過非常可惜 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收到他們的回覆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可以盡快跟上 那目前在市長的部分 我們已經獲得簽除的是 孔光元先生 所以我們會把 原本是會接的孔光元 直接變成彩色的 那我們呼籲我們的選民 可以看見 我們都選人對這塊土地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會是李鴻信先生 他也簽除了我們的承諾書 所以我們也會把他 那我們非常希望 所有的候選人 在這個板子上 全部都是彩色的名字 大家願意一起來 參與我們的付出 參與我們守護蚊子 蚊子守護台北的一個行動